有關於新住民權益保障 在施行以前 新住民籌備處 那個籌備處的人力有多少 人事長知不知道 這個抱歉我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你是人事長 是 到目前為止內政部針對這個研議調處跟你們開了幾次會 到目前還沒有 到目前都還沒有 是 內政部是在混嗎 對媒體說 要找你們研議調處 今天在立法院承認 從來沒有找過你們 這是我今天覺得最無法接受的地方啦 今天單位有內政部嗎 我連要問內政部今天都沒辦法問啦 行政院秘書長不到 內政部也不來 我今天說你們瞧不起新住民 對不起新住民到底哪一點說錯了 完全沒說錯啊 委員長 人事長好 辛苦啦 處理行政院組織法 如同我剛剛會議詢問所講的 伊莉亞 是應該要請秘書長來 博密書長今天很忙啊 主席啊也准嫁了 所以啊這件事情 可能人事長啊就要多擔待 針對有關於行政院組織法 啊都要提下 因為要因應啊 運動部的 責則 真 competitor 所以數目要增加 這件事情啊 台灣民眾黨黨團阿 替表同意 這一點問題通通都沒有 因為我相信成立運動部 能夠發展有關於全民體育 以及相關重要的政策 是台灣社會的期待 但除了有關於運動部的增設以外 另外一個牽涉到今天的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裡面的規定 也非常重要 為什麼說非常重要 台灣在過去這些年來 新住民已經成為台灣社會 一股非常重要的中間力量了 很多新住民的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 在台灣落地生根 已經成為整個台灣社會重要的一份子 那因此 為了要好好的去照顧這些新住民的權益 也加速他們融入整個台灣的社會 那增強彼此之間的認同感 我們在上個會期 三讀通過了新住民基本法 在新住民基本法裡面 第四條明確的規定 內政部應該設置新住民事務專責中央三級行政機關 為了因應這個新住民基本法的三讀通過 我想要請教一下仁市長 依照目前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 我們三級機關的數目有幾個 七十 七十個 那現在七十個使用了幾個 現在七十個都用滿了 都用滿了 是 那下一個問題啊 新住民基本法第四條已經三讀通過成為我國有效的法律案了 那裡面也規定要設置中央三級行政機關啊 所以現在打算是怎麼辦呢 行政院的立場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事實上內政部他也成立一個新住民的專責三級機關的籌備處 現在 要籌備多久 這個我可能要請教內政部 因為內政部有提供相關資料 我先 是 我直接請教啦 新住民基本法 什麼時候要施行 就 我們尊重內政部 因為他整個分工 還有人員一波 然後他檢討完以後他會 施行日期是由誰訂的 是內政部訂還是行政院訂 內政部會報給行政院來核定啊 所以最後施行日期還是由行政院訂嘛對不對 是 所以 依照行政院的立場 什麼時候要施行 呃 報偉我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回答 不是啊你今天代表秘書長來嘛 所以我才說你承擔了很多你不該承擔的東西嘛 要你來這邊練習 回答你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行政院什麼時候施行 秘書長有跟你做交代嗎 秘書長他還是 他昨天我有跟秘書長請示 他現在就等內政部把這些相關的分工職長把它 他釐清以後會簽行政院 因為什麼時候簽上基地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訂 行政院就要扛起責任 不是行政院沒有擔當還推給內政部 願推給部會不會太難看啊 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現在擔心的事情啊 是 新住民基本法 我們三讀通過了以後 行政作業需要時間大家都理解 大家都理解 但問題是你什麼時候 事情總要給一個答案吧 要不要遙遙無期嘛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給你們籌備 給你們準備 70個三級機關全部都滿了嘛 是 那70個 三級機關全部都滿了 現在有打算要裁測哪一個三級機關嗎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 到時候內政部送到行政院 到時候是等到什麼時候 行政院一定會通盤來檢討 對行政院的通盤檢討需要多久 這種話聽多了啦 都是話術嘛 行政院通盤檢討 7月16號三讀通過 今天幾號 今天11月14號 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基本的方針跟策略喔 行政院到現在沒有基本的方針跟策略喔 新住民的權益是可以這樣被糟蹋的嗎 要等多久 70個三級機關 70個全部都滿了 三讀通過 我現在就請教一下行政院嘛 你們具體的法制作業 你們具體的籌備 現在就掛一個籌備處嘛 啊掛一個籌備處我的問題就來了 是要籌備多久 現在有關於新住民權益保障 在施行以前 新住民籌備處 那個籌備處啊 的人力有多少 任市長知不知道 他是一個任務編組 由現在移民署 移民署一個組過來做整體規劃 所以 總共有多少人 這個 抱歉我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你是任市長 是 內政部 承認啊 三級機關署已經而滿了 會跟人事總處 主計總處 研議調整 來跟你們研議調整 開了幾次會 內政部講的啊 這不是我編的啊 跟你們研議調整啊 現在我就要具體的問啊 內政部到底是對媒體放消息講空話 還是真的有研議調整 到目前為止 內政部針對這個研議調整 跟你們開了幾次會 到目前還沒有 到目前都還沒有 是 內政部是在混嗎 對媒體說 要找你們研議調整 今天在立法院承認啊 從來沒有找過你們啊 任市長你覺得內政部這種態度對嗎 我想我尊重內政部的一個作業的程序 他事實上他要變 你尊重內政部嘛 啊你覺得內政部有人 我沒有再尊重新住民 事實上內政部也非常重視新住民 非常重視啊 重視到 在媒體上放消息 感覺好像很積極 說要找你們研議調整 今天任市長在這邊承認啊 從來沒找過你們啊 任市長 今天會後回去發一個函 給內政部好好不好 說委員很關心啊 請問你們什麼時候 來找我們研議調整啊 可以嗎 喔委員我直接打電話很快啦 喔 又發文了喔 不是啦 你們在那邊打電話打來打去的 我覺得啦 在這個時代 所有的東西白紙黑字留下紀錄比較好 否則到時候 我們的國家足球隊又上場了 各部會在那邊踢比球 踢來踢去的 踢到最後不知道誰要負責任 我給你的建議啊 是發個文啊 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啊 這樣好不好 我那個 回去來進行 好 下面 問題來了 任市長 依照你今天代表行政院的立場 70個滿了嘛 是 那依照新住民基本法 就一定要再設一個三級機關嘛 是 那所以按照你 今天代表行政院的高度 認為是既有的三級機關 裁測掉一個 讓給新住民的三級機關 還是認為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33條 又一併修正調整的必要 我們目前是 是朝維持上限就70個 內部來做組織的檢討 那現在檢討是要裁測哪一個數 因為還在檢討階段 所以要檢討多久 因為這個檢討的部分還要牽涉 不是啊 我建議啦 是 你也回去跟行政院報告 是 因為今天你們來的書面報告 完全沒有針對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第三條表示任何意見嘛 是不是有寫在裡面我沒有看到 沒有嘛 這個例子很罕見耶 通常行政機關 對於不同的委員 不同的黨團 所提出來的法律修正案 都會表示意見啊 有的同意啊 有的不同意啊 有的方向同意啊 內容文字要做調整啊 但我拜讀了你們今天來的書面報告 對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三條 沒有任何的書面意見耶 沒有任何的書面意見 所以現在行政院的立場是什麼 直接無視 台灣民眾黨黨團 針對這件事情提出修正嗎 行政院從來不敢有這樣的想法啦 那寫在哪裡 因為這個內部還在檢討 所以呢 因為我們內部還在檢討 所以無從回答 不知如何回答 現在沒有立場 是這樣嗎 有立場啊 就是在七十個範圍內啊 只是說 要如何去做組織的調整整病 這個內部還在溝通 這就是問題嘛 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當你要裁測掉一個三級機關的時候 知識體大 你覺得被裁測的人啊 心裡會不會舒服 按照過去的經驗一定是 非常不舒服嘛 對不對 絕對 非常不舒服啊 你把我裁測掉 就覺得我是盲腸沒有必要 所以把你裁測掉嘛 阻力一定很大啦 但是你們這樣子 把新住民專責的三級機關的成立 跟另外一個屬的廢子 掛勾在一起啊 我老實跟你講 阻力就很大 阻力就會非常的大 拖延就不曉得拖延到什麼時候 這是為什麼我今天 上來質詢的時候 我希望秘書長在 他可以代表行政院表示他的立場 不會讓你上來代打 我今天看你的表情 我看的都替你很難過 因為有一堆問題 就不是你可以處理的嘛 謝謝委員 我會把委員的意見轉到 來 媒體報導 總統賴清德拍板 說不要設新住民發展署 這真的還假的 我講 這是假新聞嗎 這假新聞嘛 針對假新聞啊 要嚴厲的駁斥啊 我們痛恨假新聞啊 痛恨假訊息啊 誰對媒體亂放話 放假訊息假新聞 不用追究責任嗎 佐龍泰在院會裡面啊 回答我們麥玉珍委員 說你要研議多久 目前我們還要再研議 研議就是我們會繼續努力啊 所以今天任市長很稱職啊 你今天來用的詞彙啊 跟佐龍泰一模一樣啊 可能跟我們過去這幾年 一直在追問民進黨政府 什麼時候要兌現 選舉的政治承諾的時候一模一樣啊 就是研議再研議嘛 研議再研議啊 現在有在關注立法院運作的人都知道啊 要問你們問題的時候 我們還在持續研議當中啊 不斷研議當中啊 主席站起來了啊 希望今天任市長 希望今天任市長 把在委員會裡面聽到的意見啊 帶回去行政院啊 不要繼續用研議 當作拖延的藉口 當初新住民基本法 我們三讀通過 施行日期給行政院定 是要給你們方便 不要把方便當隨便 什麼時候 要施行 要遙遙無期 新住民專責機關 什麼時候要成立 也要遙遙無期 這樣對不起台灣新住民的朋友啊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委員 我看了您的報告 也聽了剛剛的詢答 我直接做個結論 我覺得民進黨對不起 也瞧不起新住民啊 進法補償條例拖拖拉拉 民進黨在欺負原住民 新住民發展署 你也拖拖拉拉 在欺負新住民 何其傲慢的政府 我先來講第一件事 為什麼我說你們在欺負新住民 現在我們政府要成立運動部嘛 對不對 運動部成立我支持啊 好事啊 可是按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法 規定的部的總數是幾個 14 14嘛 所以現在用滿了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就要 修改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法 增加一個部嘛 對不對 但是有另外一個做法啊 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 如果不調整總和的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 就是調整某些部把它並 就是撤銷一些部嘛 廢掉一些部嘛 如果是採第二種方式我想請問喔 要廢掉教育部嗎 還是要廢掉經濟部 還是要廢掉財政部 還是要廢掉文化部 你為什麼不是採取所謂的廢其他部 來增運動部的方式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評估過了 這個有執行上的一個困難 當然困難嘛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今天把原來的部會 廢掉 他原來部會業務怎麼辦 你光一波的過程 的複雜度 還有相關機關受到的影響 變動的成本極大 所以不可能是廢部成部啦 不是嗎 沒錯吧 基本上要去廢掉十四個部 其中一個事實上困難度 當然啊 我也認為不可能啊 很抱歉喔 這個邏輯遇到新住民發展署就不是啦 請問你喔 新住民基本法第四條規定是什麼 7月12號通過之後 我們會成立專責的三級機關 是啊 要成立專責三級機關 請問成立專責三級機關 我們現在中央行政組織基礎法 我們第33條規定的三級機關的 機關數的上限是多少 70 70個 用滿了嗎 目前滿了 滿了啊 來來來 你們打算怎麼做 我直接講啦 剛剛尋達已經講了啦 這基本上齁是同步在進行啦 第一個就是內政部移民署 他有成立一個新住民的一個籌備處 籌備處 你都能講 內政部成立一個運動部籌備處 然後不要改部會上限 我直接問你嘛 你剛剛已經回答了 你沒打算打破這70個上限啊 不是嗎 是 對啊 那我想請問你 你不打算打破這70個上限 請問你告訴我 要廢掉哪個部 哪個署 哪個司 哪個局 要廢掉哪個三級機關 報告委員 我們內部有在評估 現在因為還在評估階段 所以這個 你的評估跟我講 你不動上限嘛 我不是 不動上限這是原則 所以 因為不動上限 因為不動上限 你就非得撤掉一個啊 不然就併掉一個啊 不是嗎 這個就是我們內部 我告訴你邏輯問題在哪裡 人事長 我說真的今天真的在 叫你在那邊為難你啦 今天主席今天說真的 邀的人也都不對啦 今天邀的人 待會兒跟你講為什麼不對 我先把這個邏輯問題跟你講清楚 為什麼沒辦法 你今天裁掉任何三級機關 它的三級機關的業務 就有要移撥的問題 那你光研議 你要裁掉哪個三級機關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在籌備處 兩三年你都研議不出來啦 你關於研議要裁掉哪個 所謂的那個籌備機關 你就這樣就把這事情擱著啦 那今天如果照你的邏輯 你剛剛也講啊 你為什麼不要打破機關上限 是因為 你不應該膨脹原額嘛 對不對 盡量不要膨脹原額嘛 不是嗎 你剛剛回答的啊 很好啊 非常好啊 就是我幫你放白話 就是你前面的白話文 可能遇到我 要稍微謹慎一點 你就文言文 你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不應膨脹啊 我跟你講 我沒有反對這個原則 因為這時常也是我最大的困惑 因為我以前也在政府機關工作過 當時民進黨說啊 這政府這個機關太多 要裁測精簡政府啊 政府還真的去做了很多精簡政府的工作 現在沒有 明講上來不得了啊 這個機關成立那個機關成立一大堆 但有的有的就要成立我贊成 可是我今天就跟你講標準的問題嘛 你今天擺明非常鮮活的例子 只有在現在的狀況 你對運動部 你就沒有所謂機關不應膨脹 預算不應膨脹 原額不應膨脹的標準存在啊 我就問你嘛 現在的那個運動發展署 原額你剛剛講過135人嘛 對不對 然後變成體育部分年階段 要增加到400人嘛 對不對 就是部跟署加起來400人 對啊 400人啊 橫空就增加200多人啊 預算就是200億嘛 那我就跟你講 你今天為什麼今天說 違反了你剛剛講 預算不要膨脹 原額不要膨脹的原因 是因為運動不重要嘛 我接受這個論點啦 我接受啊 可是 同樣的狀況 你就跟我講新住民就不重要啊 不是嗎 一模一樣的邏輯 我從來沒有講過新住民不重要 我跟你講你沒有講過新住民不重要 賴清德總統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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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這個延緩 所謂的這個新住民發展署 你剛剛否認嘛 賴清德總統沒有這個要求嘛 對不對 沒有沒有 可是 我要講的是說 即便他沒這個要求 你們的做法也蠻像今天賴清德總統有這個要求啊 我只問你一件事嘛 請問新住民發展署什麼時候會成立 你覺得 需要多有時間 在不動你的所謂的機關上限的情況之下 我剛才已經在黃國昌委員執行裡面 有答應了我們會行為給內政部 請內政部加速來 我告訴你我就是要跟你講這個問題 你答不出時間 然後你跟他行為內政部 來來來 這是我今天覺得最無法接受的地方啦 今天單位有內政部嗎 我連要問內政部今天都沒辦法問啦 我想請內政部跟你在那邊當場協調都沒辦法 有問內政部嗎 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審查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礎法還有今天 還有今天我們賴玉珍 我們民眾黨的案子在裡面耶 有涉及新住民的問題在裡面耶 行政院秘書長不到 內政部也不來 我今天說你們瞧不起新住民 我還是跟人事長講你在這個地方我必須先說一句話 人事長本來就是在你的機關本位 你就要守住預算的原額編制 你就是不希望政府膨脹 這是你的本分 沒錯啦 所以我沒有怪你 可是今天光讓你在這邊當劍靶子 我就覺得就是對新住民非常的不尊重 因為很多問題你還得行為內政部去回答 你沒有辦法在這邊把事情釐清清楚 我還是說一句話啦 今天最快的方式真的表達對新住民的支持認同的話 你就比上運動部 運動部是增加一個部會 它是增加一個三級機關 層次還是差很多 如果一個部會重要可以增加 預算緣合可以擴大倍增 那為什麼新住民發展的屬於一個三級機關 為什麼今天你要卡東卡西 到現在也講不出來 你的籌備數你要籌備十年嗎 以上謝謝 謝謝